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唐朝贞观时期的这些成就 到底应该怎么归纳和分析呢 这应该归功于谁呢 归功于什么样的思想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我认为王道政治 在宗古时期的一次成功实践 就是贞观之治 在古代中国讲到政治的时候 基本上讲两条 一个是王道政治 一个是霸道政治 为什么说贞观时期的政治实践 是一个王道政治的实践呢 证据是这样 唐太宗是在武德九年六月四日 通过发动玄武门政变上台 当上了唐朝的皇帝 六月发动的政变 八月唐太宗继位成为第二个皇帝 十月份 朝廷有一次讨论 就是他当了皇帝两个月以后 朝廷有一次重大讨论 我管这叫贞观定策 一次涉及到 要不要统治好 怎样才能实现天下大志的这样一次讨论 最初呢 唐太宗跟魏征商量 跟魏征讨论 天下乱了这么久 你看魏晋南北朝时 南北分裂 隋朝三十八年又灭亡了 唐朝费了很大的力气 终于统一了 那么未来的中国 到底能不能治理好啊 唐太宗有点疑问 魏征说 这没有疑问 只要君主想治理好 天下就能够治理好 怎么能够治理好呢 唐太宗就说 哪一个皇帝不想把天下治理好呢 谁想把天下治理坏呢 为什么还是很多人治理不好呢 魏征强调 这是魏征回答唐太宗的问题 是因为君主政策不对头 隋阳帝也不是不想治理好天下 因为政策不对头 所以最后失败了 他自己也灭亡了 身亡为天下效 很正常 那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魏征劝唐太宗 应该实行王道政治 唐太宗还没说话 旁边一个大臣 叫封德仪 跳出来表示反对 封德仪说什么呢 现在中国能维持就不错了 要治理好 根本不可能 为什么治理好 不可能呢 封德仪有个说法 封德仪说 现在人心不古 老百姓心心思坏了 过去姚孙宇时代 人民多朴素啊 是吧 让他干什么 他就干什么 所以姚孙宇时代 取得成功 统治的成功 现在不行了 人心越来越败坏 根本没办法治理 能维持就不错了 这是封德仪的观点 宗书令封德仪 魏征 再站起来反驳 魏征说 如果说姚孙宇时代的百姓是百姓 今天的百姓 已经不是那个时候的百姓 而是人心日益变坏的百姓 那么我们满街看到的 不应该再是人了 应该都是鬼魅了 你想啊 变化了好几千年 这人日一天一天坏下去 那不就坏的不是人样了吗 如果说那样的话 那真的没法统治 但实际上不是 魏征说 人民自古就是人民 他从来就是这样子 那么为什么有的朝廷受到反对 有的朝廷受到支持呢 魏征说 不在人民 而在朝廷 朝廷制定了正确的路线 方针政策 老百姓拥护 这就成了 你的路线 方针政策是错误的 老百姓反对 那也是正常的呀 所以关键不在百姓 而在朝廷 唐太宗好像有点觉悟 有点感觉 那 问魏征 你说会统治多久 就能好呢 魏征说 如果圣人统治的话 那也就是三五年 肯定见效 肯定见效 这个讨讨论呢 其实是上上下下 都受到震动 虽然我们主要产发的是魏征的观点 但那个时候势力最大的是丰德怡 丰德怡的观点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 在贞观之初啊 受到更多人的支持 那也就是说朝廷宗多数人认为 这国家是治理不好的 能够维持现状就不错了 没有理想 但魏征是少数人 他有理想 他的理想就是王道政治的理想 希望通过统治者的努力 实现对天下的良好智力 他坚持的什么呢 就是王道政治 所以我们现在回头看来 所谓王道政治和霸道政治 在中国 它有具体的含义 王道政治讲什么呢 第一 要以德治国 所谓以德治国 就是统治者自己要率先垂范 要成为道德的榜样 第二 王道政治 一定关心民众疾苦 要以民为本 或者用我们今天习惯听到的概念 叫以人为本 第一 以德治国 第二 以人为本 两条最根本的 什么叫以德治国呢 就是道德上 你要率先垂范 你要做表率 你不能说一套 做一套 那么霸道政治 是什么呢 霸道政治强调的是 以利服人 跟王道政治的 以利服人 正好不同 正好不同 在总结 国家是否能够治理好的问题上 王道政治强调 统治者自身的责任 霸道政治 强调的是 人民的责任 所以霸道有点狠 他是高官任坐 骏马任骑 但是治理不好 他一头把责任 就推到人民身上去了 王道政治强调 统治者自己要负起责任 真观之初的这次大讨论 很重要 重要到什么程度 我认为 它就相当于 我们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 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一样 它是涉及到 中国未来怎么发展的问题 真观之初的这次讨论 魏征虽然是少数派 封德仪虽然是多数派 但是唐太宗最后决定 支持魏征 所以对于真观之志来讲 我认为魏征才是设计师 那唐太宗不比魏征更重要 唐太宗是综合的领导人 他领导大家按照魏征指引的方向前进 后来获得了成功 真正的设计师 其实是魏征 这个讨论有多大的意义呢 涉及到国家转型的问题 很重要 很重要 国家转型 从来都是政治的关键性问题 这个大家不知道是否了解 就是任何一个政权 都有从夺取政权到治理天下的转变过程 这个过程 古人有一种说法 叫做从马上打天下到马下治天下 在西汉之初的时候 就讨论过这个问题 刘邦就接受了这种理论 认为打天下结束了 那现在要治理天下 就要采取新的办法 唐太宗支持魏征 采取王道路线治国 王道政治治国 这对于唐朝来讲 是一次政府的政权的转型 就是从打天下进入到治理天下阶段 这事有多重要呢 太重要了 因为唐朝之前是隋朝 隋朝之前是北周 北周的时候南北朝是分裂的 北方呢 还有北周和北齐 也是两个政权 也是一直分裂的 从北魏末年开始 中国北部中国就进入了这种 很严重的分裂和纷争的状态 所以呢 政权的组织者和领导人 都是航母出身的军人 航母出身的军人 他们有一个特点 就是擅长打仗 擅长军事思维 他们在考虑什么问题的时候 都喜欢 比胳膊粗 看谁力量大 要用实力来解决问题 等到他们打下了天下 让他们治理天下的时候 他们也习惯 用这种思维 去解决治理天下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 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一说 打天下 做天下 这是两回事 革命党到执政党 转变 很正常 说是说 做是做 常常是知意行难 了解这事很容易 真做起来太难了 那么贞观之初的大讨论 贞观定策 唐太宗决定 按照王道的方向 去治理国家 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是中国实现成功转型 用我们今天的说法 叫软着陆的一个 最重要的标志 那么王道政治 成不成功呢 很成功 到贞观四年的时候 经过几年的改革 改制 努力 加上老天 也很照顾 风调雨顺 一个农业大国 联系几年的丰收 国力就增长上来了 正是因为唐朝 自身的实力增长了 使得唐朝的国际地位 有了显著的提高 唐太宗就有了天可汗的尊号 这是有连带关系的 也就是在这一年 大家普遍认为 贞观之治 已经实现 就是贞观四年 唐太宗又回忆起 贞观之初的那次讨论来 他说贞观之初 要不要治理好国家 能不能治理好国家 大家意见很不一样 是魏征的坚持下 抬纳了王道主义路线 我们今天才获得了成功 府军追悉 唐太宗说 我最要感谢的 就是魏征 这是当众的表扬 当然魏征还出来客气两句 还是领导有方 那不重要 然后唐太宗又说 我现在特别希望 有一个人能活过来 那个人已经死了 那就是封德仪 封德仪辩论以后 武德九年辩论以后 到了转年六百二十七年 贞观元年 就死掉了 去世了 所以唐太宗说 我现在特别希望 封德仪能够从地下活过来 让他看一看 我们没有按照他的说法去治理国家 我们现在治理的多好 让他承认他自己是失败 错误 所以贞观四年 贞观之治 已经实现了 贞观四年 还有一个标志 那就是犯罪力普遍降低 那一年 全国犯死刑罪的人 29个 只有29个人 史书说 刑法几致不用 就是几致错刑 虽然有了刑法 有了法律 但是快都用不着了 因为 人们的道德九 社会的治安水平 都有了太显著的提高 贞观之治 已经实现 王道路线也好 王道政治也好 对贞观之治 起到的作用 真的是如此这般的真切吗 到底我们应该怎么看 王道政治 跟贞观之治的关系呢 好 我认为有两条很重要 第一条 成功的经验 是以人为本 什么叫以人为本呢 我们今天 也是一个时髦的话 我们今天常说 以人为本 换位思考 领导人应该想想 老百姓怎么想 那就叫以人为本 这是今天的想法 实际上 以人为本 是中国最古老的一种 政治信条 是政治信条 从哪说起呢 最初 以人为本的说法 叫做什么呀 叫民为帮本 帮是国家的意思 老百姓 是国家的根本 这哪说的话呢 就是儒家最古老的一本经典 上书里面讲的话 民为帮本 到春秋时代 孔子的时候 孔子讲 老百姓很重要 重要到什么程度呢 有一次跟子路讨论 说如果让夫子治理国家 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呢 让孔子 你来治理国家 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呢 孔子讲 逐食 逐兵 民信 三条 足够的粮食 足够的武装 和人民的信任 子路问 迫不得已而弃其一 弃到哪一条呢 孔子说 弃兵 即使没有足够的武装 也要有足够的粮食 和人民的信任 再问 再迫不得已而弃其一 弃哪一条呢 孔子略意思索 弃食 宁可没有 足够的粮食 也要保证人民的信任 因为民不信 则国不利 人民的信任 是你国家 赖以存在的 根本保证 民重要吧 为什么说 民为邦本呢 孔子有孔子的身术 是吧 到了孟子时代 讲的就更清楚了 到了战国 孟子说什么 大家都耳熟能详 是吧 说 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 民为贵 设计 赐质 均为轻 后来被概括成 民贵 均轻 思想 想一想 在任何一个国家里 它的政治 可能都有三个最主要的方面 一定要有老百姓的 然后有一个国家主体 是吧 再有一个国家的统治之后 民 设计 和 君主 这不是三者的关系吗 这三者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老百姓最重要 七次是国家和国家利益 最不重要的 这三者之间 最不重要的是君主 所以 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时代 孟子的这个说法 都可以成为 我们去衡量 观察 思考一个国家的 一个标准 看看这个国家的政策 看看这个国家的法律和制度 它是不是 民为贵 设计 赐质 君为轻 如果是这样的 这个国家肯定治理的很好 如果不是这样的 这个国家肯定会乱套 是不是 所以 谁最重要呢 老百姓最重要 孟子的这个说法 影响很大的 这成为古代中国 民本主义最重要的一种表述 这种表述 其实换一种话题说 它就是王道政治的一种说法 孟子在讲 政治思想的时候 讲过很多方面的问题 是不是 包括要重视民生 你说民为贵 往说一说 那没有意义的 重要的是 要有制度保障 所以孟子设计了一套制度 叫人政 人政是以什么为基础 是民生的设计为基础 要多少土地 然后几口人家 要什么样的青腰伯父 最后 老百姓可以过上 比较幸福的生活 其实可以食肉 年纪大的人 甚至能吃上肉了 在孟子时代 那就是很理想了 这一套思想 以儒家为代表的 王道政治的思想 成为中国古代 最主要的一个治国思想 有人认为 儒家说的这些东西 都过于理想化 不好实现 但是我以为 贞观之志 就是儒家 王道政治的一次 成功实践 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唐太宗的言行 就知道 他这套说法 是有根据的 他的根据 就是从儒家 这套王道思想中来的 唐太宗说过什么话呢 大家在中学教科书里面 就看到过 说君者周也 民者随也 随者宰州 随者福州 说君主和人民的关系 就像船和水的关系一样 随者宰州 随者福州 如果你的政策对头 这水就可以福州 是吧 宰认州 想去哪就去哪 如果你的政策不对头 这水就可以船打翻 所以 这是君主和人民的关系 是一种辩证的关系 他可以支持你 也可以反对你 这个话 听起来总是有点味道 有点特别的味道 虽然这话也不是唐太宗发明的 这是来自荀子的说法 对不对 但是唐太宗这么说的时候 我们就有感觉到 有种利用的意思 是不是 说这老百姓很讨厌的 你要弄不好 他就打翻你的 所以一定要安抚好 这是一种策略对待 是不是 唐太宗这种表述 也是真的 真的有根据 有一次 曾关六年 他就跟魏征说 说这个作为人君 作为皇帝 作为皇帝 你道路正确 老百姓就拥护 你的路线 你的方针政策错误 老百姓就推翻你 想一想 这事是挺可怕的 还挺可怕的 作为一个统治者 他对于老百姓的这种认识 特别是在利用的方面 确实有这样一个层次的问题 但是唐太宗还说过另外的话 贞观政要的第一卷 第一篇 第一章 唐太宗上来讲的第一句话 是什么呢 说为君之道 必须先存百姓 必须先存百姓 怎么样做好一个皇帝呢 必须先把百姓的事情解决好 然后他说 君依于国 国依于民 君主是依赖国家的 没有国家这个政权 哪有君主啊 没有 那这个政权依赖什么呢 依赖人民 所以人民的问题解决不好 君主可以高枕无忧吗 不可以的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唐太宗还说 过分盘剥百姓 是一种非常短见的行为 那如同什么呀 割骨自食 一个人饿了 把自己大腿的肉来 割下来吃 就算自己吃饱了 怎么样啊 也把自己杀了 所以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 过分盘剥百姓 等同自杀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还挺像样的 挺像样的 就是能够充分意识到 国家的统治者和老百姓 在根本的利益上的一致性 一致性 否则的话 你就是正直自杀 这个事儿 唐太宗说出来 不是他什么有特别的见识 而是什么呢 而是隋朝崩溃在眼前 他记得太清楚了 隋朝的教训太深刻了 所以唐太宗从内心深处 知道老百姓的意义 知道百姓对国家的意义 知道对他自己的意义 所以他主张的是以人为本 这就很简单了 很简单了 贞观之初有一次讨论问题 讨论什么问题呢 讨论如何去贼 去贼 贼就是犯罪 如何解决百姓犯罪的问题 哦 封得一一派又跳出来 加大打击力动 严刑禁法 但唐太宗不同意 唐太宗说 治国何须重法呀 治理国家 为什么一定要需要 这种严酷的法律呢 那怎么办呢 唐太宗说一番话 唐太宗说 人皆有廉耻之心 这是人性问题 这是人性问题 是吧 都有廉耻嘛 你就知道你应该做什么 做什么事是光荣的 做什么事是可耻的 这是廉耻之心 人都有这个基本的道德意识 这就叫廉耻之心 那为什么 朕的百姓 我的百姓 有的人不顾廉耻去犯罪呢 为什么 唐太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怎么解释呢 唐太宗说 老百姓不能安于生活 一定是 第一 赴税过重 第二 贪官太多 所以他们正常的生活 不能保证 衣食之忧 切肤之痛 最后没有办法 只好不顾廉耻 去犯罪 以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 我怎么去 解决犯罪问题呢 怎么如何去贼呢 唐太宗说 从正开始 从我这开始解决犯罪问题 怎么解决呢 唐太宗采取了一系列办法 我认为都是所谓 以人为本的一种办法 所谓以人为本 别忘了啊 以人为本 就是以民为本 就是重视老百姓 那叫以民为本 以人为本 怎么做呢 以人为本 是一个好的口号 是一个令人 感兴趣的口号 但是如果不落到实处 没有制度保障 任何美丽的口号 都是谎言 都是美丽的谎言而已 所以唐太宗不是 仅仅说一下 他还要落到实处 要认真的去做 他做了哪些事情呢 咱们大家 会不会知道一点 有些事情呢 至今我们都是 很感兴趣的话 比如说 唐太宗 很节约 一个皇帝能花费多少呢 不 一定要节约 因为皇帝主要是要 率先随范 起模范带头作用 所以唐太宗 是一个节约的皇帝 他的皇后 长孙皇后 那是个节约的皇后 那个时候丝绸比较贵 长孙皇后经常穿的 就是布衣服 布衣 然后人家身边的用人很多 宫女多得很 长孙皇后用的人很少 用的很少 叫做足就可以了 就是一般的能用就完了 不会追求什么奢侈 什么什么的那一套 其中有一件事 大家知道的 就是释放宫女 是吧 三千宫女放出宫 为什么要释放宫女 释放宫女能说明什么问题 很简单的 因为皇帝生活要讲排场 是吧 动不动 前呼或拥的就感到威风 比如说给皇帝送一壶茶 那一个人送去就可以了 不行 来十个人 送一壶茶 送两个馒头 去八个人 诸如此类的 就是这样 讲就排场 但是其实宫女 在宫中的生活是很悲惨的 年轻的时候还能出点力 打扫卫生 缝缝补补 干点活 年纪一大干不动了 只要在宫里等死 很惨的 我们看到唐朝出土的墓制 其中有那个宫女墓制 宫女墓制不知道为什么 总会说姓是名谁 不知道 家住哪里 不知道 宫女死了都不知道 她的姓名是谁 有的宫女 这个级别还很高 我们见过最高的二品宫人 那应该是皇帝的嫔妃 甚至也不写姓名 那可能是有避讳的问题 还是有什么问题 总之那是很可怜的人 皇帝上为了追求个人生活的那么一点点的虚荣 就让这些人熬尽一生 不应该的呀 所以唐太宗上台一时就开始释放宫女 一放放了好几批 最后说放了好几千人 可见后宫存了多少人呢 是吧 一放就广放早的就三千多人 唐太宗对此认识还挺清楚的 为什么释放宫女呢 一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 第二随人性 因为宫女的生活是非人性的 第三呢 放出宫女后 可以去结婚 生子 过正常人的生活 那就随了人性 同时呢 又能够增加国家的人口 那个时候主要要增加国家人口 不像我们现在 不想增加国家人口 这么做 有什么意义呢 刚才说的三条 都是在其中的 因为唐太宗在说去贼的时候 最后说 为什么要从政开始呢 要轻摇薄妇 藏妇于民 就不会有普遍犯罪问题 所以财政和其他方面的改革 最后为的是减轻百姓的负担 老百姓是纳税人 他们负担过重 他的生活能好吗 好不了 所以才会有普遍的 或比较多的犯罪问题 放宫女 然后呢 唐太宗还采取了一个行动 重新核定 李家宗室成员的爵位 在武德时期 战乱时候 武德皇帝 唐高宗 封了很多人的爵位 就是范氏李家的人 他们皇室成员都有爵位 不管有功没功 都有爵位 有爵位就有待遇 有待遇百姓就有负担 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唐太宗上台以后 重新核定他们家的爵位问题 确实有功劳的 那个爵位和他的功劳 相称的 可以保留爵位 不相称的 降低 不行 取消 为的是什么 减轻百姓负担 我们经常说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一个人当皇帝了 那整个家族跟着 享福 唐太宗这种做法 其实也没问题 也没问题 就是一般的供应 这皇族也足够用了 只不过是有了爵位以后 供应更好了 老百姓的负担更重而已 唐太宗为了减轻百姓负担 所以才降低皇室成员的爵位问题 仅仅这些够吗 不够 贞观元年 在唐太宗的支持下 房玄龄杜如悔 手下两个最重要的大臣 他们俩密切配合 精简国家机构 减少国家官员 贞观元年 唐朝中央政府的官员进行了检员 最后剩下多少人呢 有两种说法 贞观正要记载 六百四十人 资质通鉴说七百人 就算是七百人 知道吗 整个唐朝中央政府的官员 七百人 七百人是个什么概念 你们自己回去算吧 这个大家会说 或者有人会说 唐朝的时候人口少 中央官员七百人 那也不少了 这个可以算比例的 可以算历朝历代的官民比例 中央官员七百人 贞观时期 大概全国人口是六千万 六千万 用这个比例 大家就可以算任何时代 看看官是多了还是少了 总之呢 唐太宗时候的七百个政府官员 中央政府官员 不包括地方的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神话 好多人说这个数字 不正确 不准确 不准确 一定是有问题的 其实不该有问题 我们现在还有一本书叫唐六点 唐六点是记载唐玄宗时期的官员数量的 从中可以看到唐玄宗开元27年 那个时候唐朝中央政府的官员数量 八百人 八百人 只增加了一百 那那个前边七百人 其实是可信的 这个人数是很少的 跟历朝历代比起来都很少 为什么要检视官员的数量呢 唐太宗一方面说 官员再精不再多 所以多不一定就管用 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 还是为了减轻百姓负担 有那么多官员 老百姓就得纳税养活他呀 对不对 第三个方面 唐太宗时期就是贞官元年到贞官二年完成的一项工作 合并地方周线 把地方的政府组织也进行了合并 所以目标还是一个 减少官员的人数 减轻百姓的负担 可以吧 通过这一系列的改革 加上 风调与顺 这个清摇伯父的目标呢 就渐渐的实现了 所以贞官四年 贞官之治 可以说已经得到了实现 已经得到了实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 贞官之治是以人为本 政治路线或者民本主义政治路线的一次成功实践 我们回到原来的主题说 这是王道主义的一次实践 一次胜利 以人为本就这么多内容吗 就是这么讲 就叫以人为本了吗 绝不仅仅是这么多